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11月初买定这架 铲雪机 在电池发动的 就不用说进Gas的麻烦 还有那些保养的问题 一插电池进去就可以动了 还有环保一点 就不用闻到那些用Gas的 就一直闻到自己的Gas 出来的Gas味 对身体不太好 环境也不太好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我相信用家都说 这架电池的能力等于Gas的能力 不妨一试 这两个电池包了 它可以把雪拋来 最多40尺圆 这个就是12架车的DRIVERY 那我的房子呢 就是15尺 乘38尺左右的DRIVERY 应该可以一次叉穿 就做到的了 就是5年的VALENTY 你留意这个Model 它是2112 它有个2102 分别是不同的 我买了这个 2112 刮雪的材料是用铁的 如果2102是用铁的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膠 怕弄掉DRIVERY 但是铁呢 有个好处呢 如果雪里面有冰 它会更容易去铲 刮到它 以下我开箱看看 看看它 然后试用一下它先 虽然没落雪 遲些一落雪 我就会有个DEMO 在后面的了 拆了箱之后呢 就看到有些东西了 这个是一个 那两个电池的充电器 这样呢 这有两个电池 两个电池 就是这个用来接着那些雪 噴去噴去 噴雪的方向 将会是 安在这个 洞那里的 那这有两粒螺丝呢 要脱了两粒螺丝 它就 给了个工具 你拆那两粒螺丝 就安 落这里 安回两粒螺丝 慢慢找你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是放电池的地方 你揭起了 将两个电池放进去 那就可以开始用了 还有这一份 里面有 说明书 和保养书 一叉 这两粒螺丝 这两粒螺丝 最后呢 将两粒螺丝 上滚 现在 把两粒螺丝 放进去 如果你想拆它出来 就按它 它就会弹上来 铺上去 这个 这个油手边 好像 开车的按钮 这样 你动它呢 就会动到 这个 噴雪的方向 然后 左手边这个按钮呢 就调好 刮雪的速度 的快慢 向上 最慢 向下 最快的 是看你当时的 那些 雪的情况 要动 这个按钮 当你用完之后呢 你是可以 切起来 小一点 抹这两个按钮 将这个 东西的方向 打横 它可以 放进去 摺起来 你也可以 冻起它 让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会 担心 那个 衣服不衣服 的地方 它大概是 三尺 长 有两尺 宽 你可以预计 这个位 我现在期待 第一场雪 那么它一落雪呢 我就打开 车房门 就推 进了两个电池 之后呢 就推出去的了 可以 以前呢 用电池的那些 有时候我忘了买电池 没有电池 开我的 橙雪机 那我就要开车 车在车房里 出不了 有很多雪 很麻烦 那这个呢 就不需要有这个顾虑了 又可以环保 又可以健康 不会噴 不会吃到一些 啤酒味 昨晚就下了一场雪 虽然不是很大 大概一两寸 可以看到了 那今天想示范一下 这架橙雪机的 效果是怎样 这架机前面呢 有LED 可以穿上去的 你可以穿上去 有时候很黑呢 很有帮助 按住这个键 现在开机了 开机了 很快 好 5、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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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鏟了整個Driver 它用了的電量我測試了一次 用了一半的電量 這個煙力是兩個電池 還有多少電 最好輕散 很容易推 機器很輕 很嚴重 如果更厚一點 這個電池還可以鏟 不錯